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就可以再來建一個新的專案 新增專案 這次呢,我就不再新增主控台應用程式了 因為我們不是要告訴各位命運列程式怎麼寫 我們現在要告訴各位視窗程式 最基本的視窗程式怎麼寫 所以呢,我就在這裡選Windows Home應用程式 在這裡,我加一個Wind Hello 一樣Hello,視窗程式也可以Hello Wind Hello,然後呢,按確定 這時候你會看到,它跑出了一個奇怪的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為什麼叫Windows Home的原因 Windows Home的表單 我們的表單,視窗表單,在這裡 OK,可以拿大牆,可以放大牆 那你可以說話,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呢,你會看到,哇,這裡多了一個什麼什麼 那麼多東西,然後呢,隨便點一下 你會發現,哇,好多東西喔 什麼,什麼東西,做什麼用的呢 好不清楚,對不對 那,這是很正常的 那最,最好,簡單 最簡單的一個,視窗元件大概就是按鈕 按鈕 等一下它,拖著直接拉出來 放下去,按鈕就出現了 好,你可以繼續拖著 所謂拖著就是按出滑鼠鍵 然後呢,移動 然後呢,你就可以拖來拖去 好,拖到這個地方 OK 你可以稍微 你可以看到,這個方案總管裡面現在沒什麼 我在這個按鈕上面給它按個右鍵 右鍵,這裡有減字程式嗎 我們現在不要,我們要看這個屬性 我按右鍵選屬性 你會發現這裡多出一個屬性視窗出來 好,這個屬性視窗呢 我在上面,如果我把這個TEST給改掉 你會看到 好,TEST改掉改成什麼呢 改成請按 好,你會發現中文的請按我就顯示在這裡 好,你會發現中文的請按我就顯示在這裡 還有些人會覺得,這個請按我好想 好想沒有關係 這裡 這裡還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那用這樣我其實不太容易找 因為它沒有造字母牌 好,這裡有一個字母順序 點一下,找字母牌類 好,我想要找的很棒 是,那個字型太小了 我選一下,你會看到 OK,這裡有很多種字型 我選24,會大很多 那各位中文 標牌題或是音題還是比較在 按確定之後呢 你會發現,欸,怎麼怪怪的 大一點 哇,請他懂 很大的請他問題 好不好 好,所以你可以這樣子 用互動的方式寫程式 這一點 如果你用C的話 保證你寫到壞幅出來 都寫不出這樣的程式 那我們用C-Shop的輕輕鬆手 就寫完這個程式了 可不可以執行 可以 執行 一個視窗程式 換成 當然,它沒有功能 按,它叫你請按我 結果它按了之後 沒有功能,不會動 但是呢,你可以放大 可以說小 可以多的更小 可以再拉回來 按叉叉也會結束 OK 一個視窗程式 有了 那接下來呢 各位還不用急著去 完成這個視窗程式 它 如果 再告訴各位 你有了這個按鈕 我想給它一點功能 怎麼做呢 點它 快速點兩下 它的程式 就現在這裡 這就是它剛剛 你按出來的那些程式 OK 而且不只有這些程式 另外在設計這邊 其實它還有程式 你可以仔細看 在設計這邊呢 也是fone1.cs 它這裡還有一個fone1.design.cs 你把它點開 你會發現 這裡有一堆程式碼很長 如果你要用手工打造 你也會寫實 但是呢 它已經幫你寫好了 誰幫你寫 你剛剛按的那些動作 然後透過這個Vitual Studio 幫你產生出廊的程式碼在這裡 你可以改 你可以把它請按 我改成別的 它也會很硬 在這邊我就不改 那這些程式碼呢 建議不要去動它 因為這是自動產生的 Window Phone設計工具 產生的程式碼 這一部分不要去動它 你要動的話呢 就只要動這一塊 我是designer 是fone.cs 我是designer.cs 在這裡呢 我們剛剛已經按了兩下 代表說我要寫這個案名 被觸發的時候 所觸發的程式 那各位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 視窗程式呢 它天生 就是物件導向 而且是事件導向 什麼叫事件導向 就是 它跟傳統的 命境界程式不一樣 命境界程式是有一定的 執行順序 視窗程式 不是固定執行順序 因為 它其實背後 有一個無窮迴圈在執行 然後呢 那個無窮迴圈 你不用寫 你也看不到 那 那個無窮迴圈呢 我一把Windows已經寫好 那接下來你只要寫說 當這個按鈕被按下去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事 當那個 那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事 我只要寫這些就好 所以我在這裡 我寫一個 Message 是訊息 OK 我寫錯了 MessageBus MessageBus 是訊息 然後 臉秀就是顯示 顯示 顯示什麼呢 顯示 你好 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 我們的MessageBus 我先儲存一下 按這個 磁碟片 這個就是儲存 這個檔案 如果按 很多個磁碟片 那就是全存了 那全部存 你不要不會 止行一半當機 然後東西不見 所以隨時存檔 找個習慣 按開始 有看到 OK 我們剛剛的層次出來 但是剛剛不會動 對不對 剛剛按了沒有用 現在按了 有用 你好 出現在這裡 好 雖然這個層次 完全沒什麼用 但是 以一個初學者的眼光來看 可以寫出這樣的層次 應該是 還是會滿有成就感 好 那請各位 就照著我剛剛的做法 做一遍 謝謝